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水槽這就是第三代的實驗 保育龍快然後叭叭叭摆著 觀察水面下在迅速何則錯誤 然後呢 這個實驗我們講過了 我們三代實驗的共同特徵是什麼 水面會上升嘛對不對 會上升 所以呢因為它氧氣被消耗掉了 所以水面會上升 然後呢鋼絲龍會變成氧化鐵加了氧 加了氧之後水質量會增加 加了氧質量會增加 然後呢這裡面我只知道有人跟生鏽有關 有人跟生鏽無關 你不知道它是氧或者是蛋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要選的叫做豬 可以嗎 OK 停車戰艦問 這個是第二代的實驗 當年學測的時候 學測機車考過的這個實驗 請問你下天是不是有錯誤 帥哥美女 好像不見了耶 26號是不是不見了 請假了 請假回家了 好那我們就換一位大帥一個 或者大美女 換一位 好大美女6號 豬 你作家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豬 跟剛才一樣這個實驗只知道 有的有關有的無關 他是誰也不曉得 是誰不曉得 當然 現實生活裡面最多的是跟誰 蛋也不會是氧 但是那個並不是他錯的重調原因 重調原因是這個實驗不曉得它是什麼玩意 OK 其他都是對的 其他都是對的 好 這就是仿照我們的學測題的那個做法 就畫了圖啊 實驗步驟告訴你啊 巴巴巴巴巴巴巴 然後停車戰界問啊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有什麼結果 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叫29 29也不在 挂掉了 可愛大帥哥 25 25 你公是啥 2 B 請坐下 你答案選人叫做B 跟你說過了三代的實驗的共同結果就是水面會怎樣上升 因為有人被消耗掉了 空氣有東西被消耗掉了 所以水面會上升 所以答案選人叫做B B 第二 液態空氣緩緩蒸發 氮氣先跑掉 那請問你何者是正確的 那這個跑掉是因為是三代變化嘛 就是所謂的液態變成 氣態 就是先蒸發掉 表示肺點會比較低 所以呢 那這個是物理性質 跟所謂的活性化學性質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呢 但是透過這個實驗是有人先跑掉 有人留下來 表示有不同的肺點 表示有不同的物質 所以表示它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OK 最後問一下 下列敘述和錯誤 這個是有些是要記一下的 你知道前面有學過記過的事情 可愛大帥哥大美女叫做14號 你剛才給我陷入昏迷狀態 你看別人幹嘛 你自己沒講義喔 A 我等一下再給你處理你的事情 A 剛剛前面講過二氧化碳屬於變動氣體 所以含量比例變化會有變化 並不是固定的 其他的說法都是對的 好記得第三位的是亞 所以我們在國二的理化有教過 國二理化有教過 然後水氣變化最大是我剛給你提示過的事情 下一位誰的變化最大 我剛才已經報答案 我剛才已經報過答案給你聽了 可愛大帥哥 二一 蛤 你講什麼? C 你選C 你選C 水氣是含量變化最大的 可以百分之零到百分之四 所以計算空氣的比例是以乾空氣做標準 就是有關於空氣組成一些小小的練習 OK?